农历春节快到了 对于国人而言 年夜饭是非常重要的一餐 为了让民众在过年期间可以吃得健康 卫福部桃园医院就特别推出了健康年菜发表会 希望可以将正确的饮食观念传达给大家 为了宣传正确的饮食观念 卫福部桃园医院的营养师就特别展开健康年夜饭菜肴发表会 讲求低油低糖低盐高纤维 以老主中食材为出发点 以蔬果的甜味取代糖类 以天然的摄者取代摄素 要让民众了解健康饮食的重要 那饰饼其实它在做的时候是有它的水果的甜味 那我们把饰饼跟南瓜加起来做了一个发糕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饰饼黄金发糕 那基本上它就是有一个食物的甜味 所以我们不需要加这么多的糖 所以我们是属于一个低糖的发糕 红麴的话我们可以利用它的一个鲜红的颜色 然后让我们的增加我们的喜气 那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红麴饭团 那这样子的话 红麴它本身就有酱胆固醇的功效 一般传统的应景年菜大多是高蛋白高油高盐高糖 以及低纤维的菜肴 每人摄取的热量近高达1600大卡以上 远远超过一般人一天的需求量 对健康的负担造成极大的威胁 也很容易引起肠胃到的不是 大家常常都会大鱼到肉 那再加上亲人团聚的时候 常常我们尤其我们长者的日常的作息 基本上都会改变了 那原来可能固定都有在运动的 可能因为过年的时间 家人团聚就忽略了原来自己健康的照顾 那再加上过年的时候大鱼到肉 常常就会导致我们慢性病 包含糖尿病高血压或者高血脂的情况的一个恶化 那甚至因为吃的这个部分没有特别注意 会合并一些肠胃道的一些疾病 那我们医院营养科特别精致的这个营养的这个年菜 不仅可以吃的健康 然后而且是吃的美味 桃园医院希望民众能轻轻松松的准备健康年菜 因此由营养师精心设计怀旧健康年菜食谱 教导民众利用传统自然食物为食材 以最简单的烹调方式 制作出最原味的健康年菜 食谱做法可以到卫福部桃园医院网站执行下载 桃园医院东玉飞桃园采访报道